在疫情复苏股都获取了不错的营收的情况下 这家老牌建筑公司母一巴又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呢? 在影片还没开始之前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与获取最新的消息 点开资讯栏下方的链接 也可以在其他平台上找到我们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 早在2021年9月 我们曾经在部落格上分享了这家公司 那时候母一巴的股价还是在9毛钱左右的 而入境的价格已经下跌到了6毛4 就是因为母一巴表示要通过Rite Issue 集值1亿2000万来偿还贷款 这肯定是会下保许多投资者的 但为什么我依旧认为 母一巴会是疫情附属股之一呢? 这就要受到母一巴的业务主进了 母一巴是一家建筑企业 企业务包含了钢铁制造 石化设施建设 起重机制造 造船厂开发 机场开发 和航空支持设备制造等等 而我们可以把它的业务简单化成三个部分 第一 起重机业务 第二 建筑业务 和第三 机场业务 马来西亚有一个上市公司 名字叫Farco 而这家公司的大股东就是母一巴 本来母一巴持有了Farco 58.6%的股份 而在今年积极加仓的情况下 目前母一巴的持股数 已经增加到了61.2% 特别的是 母一巴流行的市值是3亿1000万 而Farco的市值是5亿8900万 也就是讲 我们单单计算 母一巴持有的Farco股票的价值 就高得了3亿6000万 OK 这时候我们就去想 难道母一巴其他业务的价值 是-5000万吗 Farco在起重机的国际地位上是非常强大的 它在年报中有表示到 全球最高的10个建筑中 有8个是它参与建设的 Farco也是以高股息和稳定盈利而受到许多基本面投资者喜爱的一家公司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Farco的盈利和股价都逐步迈向疫情前的水平 有兴趣了解Farco的业务的朋友可以在底下留言111 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在下期分享和大家分析这家公司的业务 在建筑行业里 我们可能会想到这家建筑公司可能是专门建造公寓的 还是建着排屋的 亦或者是建设高速公路的 而在母一爸眼里这些业务都是小鸡 母一爸主要建设的是港口 机场等较为大型的基建项目 虽然母一爸表示 其中基建物会贡献大部分的营业额 不过母一爸也相当看好 Waste Heat Recovery System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合约 2022年2月 母一爸就获得了西门子集团的5000万 Waste Heat Recovery System的订单 我们可以看到 母一爸的建筑部门的营业额 从2020年的6亿4900万 提升到了2021年的6亿8800万 同时也获得了1100万的税前盈利 较少人知道的是 母一爸在柬埔寨拥有三家机场 并以build、operate、transfer的方式 运营着这些资产 这三个机场分别位于 金边、贤利和西哈努克城 2018年时 这块业务贡献了1亿5000万的税前盈利 2019则提升到了1亿6700万 2020年就瞬间暴跌到了1700万 而在2021年 也就是去年 则是来到了亏损2700万 而较好的消息就是 2021年11月 柬埔寨政府开放给完成两季疫苗的外国人 可以飞往柬埔寨 而管理层也预计 2022年会是这块业务复苏的一年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建筑业务 没有出现了税前盈利的亏损了 发负货的子公司的表现也非常优异 目前最需要等待的就是 柬埔寨机场业务 可以与一个很明显的盈利复苏 母一爸可以说是被疫情影响最深的公司之一了 从疫情前的2块半 下跌到了如今的六毛市 跌幅几乎已经到达60% 而在投资差之前 我们要知道的是母一爸的复苏优势之外 我们还要知道它的劣势是什么 首先 母一爸的股价在去年 只是跌到了九毛钱左右 而最近这么暴跌主要是因为附加股的缘故 而肯南娜券创则是非常不干好的时的附加股 因为附加股的原因是为了偿还债务 而母一爸的资产债务还是相当健康的 因此这个举动有可能是在暗示 公司短期内会有收款的问题 第二柬埔寨首都 金边目前已经正在建设新机场 而这个机场的规模 会是母一爸在金边机场的6倍之大 目前这个机场已经完成建设了23% 预计将会在2023年完工 这个机场完工后 相信母一爸的金边机场 将被迫转型成为国内航班 我对于这个公司的看法就是 母一爸是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负数类企业 适合高风险投资者去研究看看 如果有兴趣了解它的子公司 发货的朋友可以在底下留言111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物来源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